Hello,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八代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三代有机夫的小说 《陈前的瀑布》 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结尾就是生 收到了他的情人贤子的来信 然后生看着对岸的瀑布 他在修水坝,在修一个水库 是一个战后日本五十年代的一个故事 在修水库的时候,看到对岸的瀑布 觉得这瀑布很像瀑子,很小 但是他一直那样存在的 他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传到我这边来 然后他的内心有一点点萌动 他的感情似乎被萌发了起来 因为生是一个从来不会跟女人约会第二次的一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咱用现在的俗话讲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没有感情的机器 他就是单纯的发现欲望而已 发现欲望而已 那这一次呢,贤子和生两个人同样都是两个 比如比较感情方面很冷淡的人 然后他们两个就尝试着说 哎,那咱俩谈一场异地恋 远距离恋爱 说不定就能维持这段若有若无 呃,似真而幻的感情 对不对,长期发展下去 因为天天见面的话就会腻嘛 对不对 那就是,然后所以贤子很厉害 贤子通过给生写信 然后,牢牢地抓住了生的那个内心 然后生呢,然后不痛不痒地给贤子回信 然后这边呢,咱们今天讲第三章 然后贤子很快又来信了 他在信里面呢,详细地描述了那一晚的回忆 那一晚就是他和生那个发生关系的那一天晚上 在那个旅馆里 贤子感叹着这一成往事的回忆 第一次使用了我想你这个词 说他正在考虑一个背着丈夫偷偷离开东京 来和生相会的好办法 当然这不太可能啊 因为冬天大雪封山 但是贤子这么想呢 也表达了说他的生有多么的想念 因为贤子虽然是那个有夫之妇 但是他丈夫不怎么管他 不怎么管他 贤子呢,温柔情意让人感动 但这封热情奔放的信呢 又属于司空见惯的那种情书 就是在生看来 这个情书就显得就是太普通了 就是这个热情啊 就太普通了 就是生其实并不是那么那个 能被这种普通的热情打动 就是情书嘛 当然大家都是那个甜蜜的热情奔放 对不对 生心里想的是 我是不会被这种花言巧语的情书打动的 能够打动我的是 司空见惯却又不虚伪的信 就是你要真实的表达你的想法 不要过多的说什么 我爱你,我想你 就不太真实 你一天天也不能24小时都想我嘛 对不对 你肯定还有很多别的事 对不对 那贤子的信呢 就是他来了这个信呢 就是差一点点就打动了生的心 就是还 就是他热情是够的 但是呢 就是缺乏一些 再有一些生活化的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咱们可以学点 就是你给别人写情书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光表达爱意 你表达表达你的日常的生活 你每天看到的风景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这种差一点打动生的感觉呀 又让这个生不太高兴 因为生其实他内心是抗拒感情的嘛 他这么多年来 他作为一个花花公子 他跟女人保持距离 都保持距离 所以他警惕自己能被感情 被情书轻易打动的这种状态 所以生说 这封信太文学化了 字面上平平静静 却隐含着撩拨人心的情趣 这个和生回给贤子的平淡的信 是完全不同的 同时呢 让生感到难过的是 当他为发现了贤子的感情 而存在而惊讶的时候 就等于为发现了自己的感情而惊讶 就是生 原来我是自己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啊 就是这个是 他很恐惧自己的感情嘛 他这个有点像咱们就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样 当我们内心有了感情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非常渴望 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挺恐惧的说 哎 我怎么产生这么奇怪的念头嘛 对不对 就这种感觉 就像最近那个 迪斯尼那个片子叫什么 青春变形记一样嘛 那个小女孩 一激动就会变成一个红色的熊猫 就是这种感觉 他恨 他其实内心渴望那个激动的欲望 但是他也害怕自己变成红色的熊猫 那种状态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生呢 他曾经从贤子那种超人般的冷血中 因为贤子是在床上不会高潮的女人嘛 对 所以生从贤子那个超人般的冷血中呢 看到了自己的复制品 哇 我找到了跟自己一样冷血的人 他很开心嘛 对吧 但是呢 到今天他收到贤子禁才发现 贤子是拥有情绪化的才能的 这就等于生也发现了自己身上同样的东西 对吧 因为贤子那么冷血的背后有情绪化的东西 那生很可能也存在啊 很可能也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人竟是如此的相像 对吧 尤其让生感到烦恼的事 他明白了 是贤子的弱点和自己的弱点 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那种情绪化的存在 内在是有情绪化的 嗯 然后生呢 就是又给贤子回信 嗯 然后这个信呢 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游地员是进不来的嘛 大雪封山了嘛 在那个山里面修水库的时候 冬天 他们要在山里面越冬勘察环境 那通往外界 其实没有我们无法传送实体的信 所以其实他们是通过 呃 电话啊 就是就是 呃 贤子在东京 生在这个小 呃 村落里 村落里有一个电话 还是通到那个村边的镇上的 你可以理解为镇子上 然后呢 那个信呢 是可以呃 游地到镇子上的啊 镇子是跟外界有公路 那个连接 那个东京的信 贤子就游到镇子上 而镇子上呢 有一个生他们公司的专门的一个 呃 相当于电话员吧 负责把信在经过这边人的允许之下 拆开 然后打电话到这个小村 深山老林里面修水库的地方来 然后把信呃 一字一句的念给这边的人听啊 所以他们的信相当于对那个电话员来说 是完全公开的 就是信里面谈不上什么特别隐秘的事啊 所以 所以那个生在那个大雪风扇之前啊 就是在丰山之前还能再有几个 就是说 呃 经过游地员真实投递的信 就是不经过电话员的 所以他在最后这一封就是呃 可以保留隐私的信的里面 写了一句 我爱你啊 生心满意足的回响 这回可是撒了个具有决定胜负意义的大谎言 因为他们两个之前不是约定吗 深河贤子约定 大家可以在信里面呃 随意的说谎说谎话 是为了伤害彼此 因为就考验考验我伤害你 你还喜不喜欢我 你还爱不爱我吗 所以生也撒了个谎 我爱你 但其实生并没有真的那么爱贤子 他撒这个谎 可能只是让想让贤子知道 我想通过这个方法来刺激你 你在反思反思 我真的那么爱你吗 其实没有 但是如果贤子觉得 但是也有可能出相反的情况 就是说贤子觉得 贤子相信了这个谎言 因为他们两个人呐 这个信里面真真假假 叙叙之识 都说不上呃 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无法判断 所以贤子有可能以为 误以为这句话是真的 那贤子就会觉得 哇这个男人好爱我 对不对 所以那贤子就会彻底 献祭去这份感情 这也是生所想的 这是一个决定胜负意义的 大谎言 然后这封信寄出之后 那个生内心涌起了喜悦 他与外界完全的隔绝了 大雪下来了 就是这么个事 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可是他惧怕的不正是现实吗 就是大雪丰山给他带来的好处是 他可以呃就沉浸在水库这块 远离现实 在他对生来说 东京啊 贤子公司那那些事 是呃更让他痛苦的现实 反而在这个大雪丰山的身材导里面 呃看插地形 收水库 是纯粹的这个呃物质的活动 是是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的 他非常乐于享受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喜欢自己与外界隔绝 嗯 这个养尊处优的孤儿的这种倾向 即使不完全来自于祖父的遗传 那么也多少受其祖父的影响 就是他这个呃 与世隔绝这个性格 就是受祖父的影响 他的祖父叫成所酒造啊 成所酒造的那般热情 那般固执 尽管是基于无穷的经历 和不知厌倦的现实支配于啊 然而能说没有被现实的恐怖 所驱赶的人之狂躁吗 就是说呃 生的祖父 其实你你咱现在看来 他是一个奋斗逼啊 就是一个老资本家啊 老资本家就能在公司混上董事嘛 那肯定大资本家嘛 然后但是同时呢 他也是个奋斗逼 为什么他是奋斗逼吗 咱现在都能理解 因为他没有什么家庭啊 也不爱他的那个亲人啥的 他也不是那么 比如说喜欢花天酒地玩玩乐 所以他只能奋斗 工作是他发现这个这个过程经历的一个唯一唯一的去处 同时呢 他也恐惧就是呃 停下来的日子 就是他停不下来啊 停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想现实 现实是什么 我呃 我要干什么 我要跟谁在一起 我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对不对 现实会让人思考很多很琐碎的东西 所以他的祖父为什么成为奋斗逼 就是他逃避现实 就是说你看 没有被现实的恐怖所驱赶之人的狂噪吗 正是因为他的祖父是被现实太恐怖 他觉得现实太恐怖了 我不能被现实所所所驱赶 所以才被他狂噪 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所以目前呃 这个谁啊 升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成为了一个奋斗逼 所以在同事眼里 升是一个绝对的奋斗逼啊 这个水库的什么设计啊 建筑画图纸啊 勘涉都做的特别好啊 年纪轻轻啊 非常有才华啊 你这么努力啊 你又有又是一个富三代 然后又有钱 还这么努力 让别人怎么活 对不对 这么快 但是呢 这天就有意思了 哎这里面不是呃 在修水库一块有一个生的朋友吗 叫做赖山 赖山就是一个咱们呃 跟普通人差不多的一个人 就是呃 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然后那个也不是很奋斗逼 然后没事也就吃喝玩乐 然后这些普通的事哈 那赖山呢 是这样的 赖山本来是呃 他是那个陪着车 他负责采购物资啊 因为那个山里面要跃东嘛 他采购物资 然后陪着司机过来送物资 然后送完物资本来他和司机要开车回去嘛 他赖山是那个没有在那个水库过冬的打算的 公司也不决定 不想让他派他来过冬 因为这人没什么能力 你在那过冬 你得真正干活呀 对不对 赖山那个作为生的好朋友 赖山就是 但是赖山就是属于那种懒惰的人吧 他想走 但是这天不巧 他送来最后一批物资之后呀 车坏了 打不着火了 然后赖山呢和司机就在这儿 其实那天住一晚上 等明天再那个看看车怎么样 然后不巧 这一晚大雪就下来了 赖山就彻底的回不去了 所以就是越东的这些人 呃 平白平空多的两个人 就是赖山和司机啊 运送物资的这个司机 就再也再也回不去了 赖山有气无力的南南道 阴谋 这是阴谋 这是阴谋 然后所以 生这回就是能理解了 因为 呃 生和赖山之前争吵 说呃 赖山呢 是想把所有的现象 咱客观世界中的现象 都用人际关系来解释 啊 就是说赖山是一个 呃 严重依赖 就是社交关系 人与人的交往 来判断是非的一个人 就比如说呃 我给他一块饼干 那那我心里可能觉得 我就饼干吃不了了嘛 然后饼干挺好吃的 你们尝一尝 对不对 但是赖山就可能觉得 哎 你给他一块饼干 肯定是你有求于他 或者是他之前帮过你 怎么样 就是赖山就会把 用人际关系解释一切的东西 就是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啊 就是 所以 但是这样的 这样的解释方法呢 就是生现在理解了 因为就是说 赖山其实是一个 对客观物质世界 没有什么呃 意志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人 就是赖山 他又没有钱 又没有权 然后他还懒惰 所以他其实改变不了 客观的世界 他就 所以赖山是一个呃呃 随波逐流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他呃 这样的人 他就选择了一种 更让自己接受的 解释事情的方法 就是人际关系 那人际关系就是说 哦 这个人做了这个事 这个人喜欢那个谁 这个人驱动了这个什么 就是说我们改掉改造的 不是是客观世界 而是人 而人际关系 好 可能是赖山 却呃 唯一有可能改变的 比如说我跟谁交个好朋友 跟谁走得近 那我以后可能就能呃 升职加薪升官发财 对不对 而但是如果让我努力干活 抱歉干不了 干不了 我太累了 干不了 干活太难了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选择 对他来说更轻松 更容易 更容易接受的办法 来解释这个世界 对吧 那些呃 比如说 那个很多 就举个例子 理科生 他们就会觉得 那这个活干不了 怎么办 我我建造个工具 我采用个什么新的方法 对不对 那可能文科生就会发明一套理论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都会用一套自己 就是更擅长的 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你过往呃 擅长用什么方法来来解释 来来工作 你以后就还会很依赖这个办法 就是我们的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 就是呃 生是一个呃 就是把物质看成纯物质的人 他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赖山呢 就是热衷于搞人际关系 相当于搞职场后黑学了 这样的这样的东西 嗯 那赖山赖山怎么说呢 赖山这一天他们赖山不是留在了这个生肖老林医里 对吗 然后他赖山也无所吃事呀 赖山就这么晚上跟他们喝酒聊天之后 赖山就谈到啊 大家一起争论的起来 赖山说总之呢 不存在人类制造的东西 这种东西 根本没有工人式的良心制作的纯粹的物质 这种东西 物质呢 不仅仅是物质 必定产生某种效用 无论科学的产物还是艺术品 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介于某种关系而存在的 这是赖山的看法 赖山就是比如说 我做了一个什么手办吧 比如说是什么EVA的还是火影忍者的一个手办 我自己拿木头坐在图上颜料了 对不对 那赖山看来 我做这个东西肯定是基于某种就是关系而存在 基于我与人的连接 我为了我为了某种就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 不可能是说我单纯觉得这个手办好看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美就是说他体现了 这个物质本身体现了物质的美学价值 没有的物质体现的是什么 效用 这个手办代表了多少钱 代表着这个能让别人尊敬我 能让别人喜欢我 能让别的小伙伴来我家里来的时候羡慕我 对不对 代表这个东西 而很多那个像生一样的人 他们相信物质的人就是说觉得 这手办本身 这个比例啊 这个高矮胖瘦啊 这个比例啊 它的颜色呀 它的形状啊 本身就是美的 这个放这咱什么都不干 就是美啊 就这么回事 这个是那个赖山和生 根本性的不一样的那个区别 同时呢 赖山其实你别看他这么热情人际关系 但是他对于大家来讲 赖山是一个 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赖山怎么说 赖山具有玻璃罩般的性格 怎么是玻璃罩般的 就是你透过他的外壳呀 就是玻璃罩 能完全的看清他的内心 就是赖山其实虽然想钻研 什么职场后悔学 但是赖山水平不高 赖山其实并不是一个 多么奸诈狡猾的人 就是他的内心情绪 别人都看得见 像玻璃罩一般 清清楚楚的 犹如透过水族馆里的那种 永不损坏的玻璃罩 可以清楚的看穿 看见穿梭于小小的 严冻的鱼群 被大雪封闭在山里的开头几天 赖山的悲叹 令人目不忍睹 本来不具有演悲剧才能的人 必须演悲剧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句话我觉得太好了 赖山其实他是一个喜剧性的角色 他搞那些外门走道的那些 那些人际关心理论 他是很喜剧的 但是他被困在这个山里面 他又是个实实在在的悲剧 同时呢 他为了向公勇们同事们展示他的不幸 他必须夸张的表演出来他的不幸 所以但是他本身又不是一个演不幸的人 他平常是一个丑角 是个喜剧角色 但在一个山里面 他被困住了 他必须饰演悲剧 这个才是真正的悲剧 就逼你去扮演一个生活中 你本来不擅长 你不具有这方面性格的一个角色 这太可怜了赖山 我都觉得可怜 赖山他的那个被束缚的激情 没有一点与他吻合 他似乎忽视了每个人的感情 在达到对别人具有说服力之前 所必要的程序 就是赖山按理说就是比如说 咱们想向别人展现什么情绪状态的时候 一般不得先比如说铺垫铺垫 比如说我向你借钱什么的 我先铺垫铺垫 说咱俩关系怎么好 咱俩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作业见你抄 对不对 天天上放学一起回家 对不对 铺垫铺垫 但赖山不铺垫 赖山跟别人表达感情的时候 直接说我好难过呀 你好你好 你理解我呀 你真棒啊 我好难过 他不铺垫 所以他就忽视了 我要想通过感情传达给别人 我要通过感染力传达给别人 说服别人的时候 我应该有些程序的 对不对 我应该说 因为人与人之间 大家是有着心之弊的 对不对 你先要拉近彼此的关系 打破心之弊 你才能传达感情 但赖山不是 赖山直接上来传达感情 他好像跟谁都自来熟一样 所以赖山就是这么一个喜剧性的角色 在一个特别寒冷的黎明 说到主人公升 这就很有意思了 当时大学已经封山了 升在山里面 其实过得非常不错的日子 因为大家都欢迎他 他有才能又能干 对不对 但是升那天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正在睡觉时 被人打了一枪 很厉害 很可怕 然后他猛的坐了起来 耳边想着暴风雪的呼啸声 然后隔壁的田代 田代就是他的一个晚辈 也是公司的一个同事 田代就是很尊敬升 就觉得老前辈 不算老前辈了 升才27岁 前辈就干活很厉害 田代就很崇拜升 然后田代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他看到升的被子上有个水龙头 原来是下水管动了 然后水压过墙 啪把水龙头崩掉了 崩到了升的被子上 所以升感觉是要是被人打了一枪似的 然后早上起来一看 喷到天花板上的水已经结了好几根尖尖的冰柱 尖尖的冰柱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噩梦的描写 就是 升在这里 其实一切过得很如意 但是他突然像感觉被什么打的一枪似 其实这个是有一种 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多 不代表权威官方 我存在我个人理解 是我暗喻的 就是说 升的感情其实是起了变化 这个击打到升的东西 其实明面上是水龙头 但象征的其实是贤子对升的感情 就是贤子 因为咱们之前也写到 那个 升给贤子写了一封回信 就要写我爱你 然后贤子也说 也说我想你怎么样 就是也说 我这个 就两个人的感情 其实虽然 隔着千山万水 但其实已经在内心里 非常非常浓烈了 展开了 尤其是 贤子对升的感情 虽然这个信 要隔着电话 才能传过来 然后也不能讲什么隐私的东西 但是贤子那边已经暗暗的滋生了 就是贤子的感情 已经膨胀到 就像一个枪一样 对着升发射了出来 升虽然就是远远的在山里 但是升 内心是恐怖这个东西的 他很害怕 贤子的感情 会像子弹一样 把自己击穿 是这么回事 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同时呢 其实 我在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联想 其实这里面 赖山就是升的这个好朋友 当然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赖山是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象征 赖山就象征的 升自己的感情 升自己的感情 就是说 升本来是不想让这个感情 留在自己身边的 不想让自己跟自己的感情走得这么近 蒙发什么什么欲望的 蒙发对贤子的感情 但是你看啊 赖山 意外的 因为车的坏了 然后留在了深山老林里 对吧 跟升在一起 就像是升感情一样 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其实这个东西 就像赖山控制不住 雪和车一样 赖山被迫留在这里 升的感情也被迫的产生了 产生了 同时升的感情 其实是很直白的 就像赖山一样 就是 就是跟大家 就 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这里大家不是说升的 同事们 而是说 这个感情是 不受升控制的 就这么萌发了出来 升控制不了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关系 赖山 他像个丑爵一样 不受大家待见 就像升 也并不喜欢自己的 这份心中的感情 因为升以前是一个 绝对冷酷无情的人 没有感情的人 他不跟任何女人 约第二次会 然后也 他就只是把欲望 单纯的发泄欲望 他是用理智 来控制的 我的行为 就是说 我今天要跟你上床 出于我的理智 而不是出于我的肉欲 但是 但是 正如赖山 突然留了下来一样 升的感情 也突然萌发了 就是这种感情 他是很难 用理智来压制他的 就是你看 赖山这个角色 在这个 过冬这个 这个小环境里 就是 他是非常不理智的 他是会 胡作非 搞一些 那个 很调皮导弹的 事情的 所以 升的感情也是一样 就是 他控制不住 他就是 让升写信的时候 非常焦躁 想过 到底应该怎么回弦子 这个信 所以这是 我的一个暗喻 就是赖山和 这个 升的关系 其实赖山有点暗喻 升的 这个 那个 升的 这个 这个感情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 讲一讲 这个 第四章的 这个 结尾 第四章 第四章 这个结尾 就是升 已经意识到了 其实他有点 意识到了 自己的这个感情 是什么样的 一个东西 升的 空白的心理 产生了 他在少年时代 应该知道 而不知道的 自然的 纯情 自然的 纯情 就是 纯真的少年 纯情的少年 升是从来 没有体会过 这种感情的 因为升 这个 没有欲望的人 谈不上纯情 纯情是 往往是有点 痴恋的一种感觉 有点就是 一根筋 脑袋一根筋 才叫纯情 但升不是这样的 升一直都是 用理智来控制 自己的感情 所以 但升 此时此刻 他想睁大眼睛 看看 这纯情 会将自己 带到 何处去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第一次感受到的 这种纯情 可能是遥远的单相思 这样一种感觉 就像是 奢侈的人 对偶尔的粗粮 厌倦了 官能享受的人 对偶尔的节制 会产生一种 新奇的喜悦 就是 对吧 你吃过来 大鱼大肉 偶尔吃两颗青菜 你会有一种 新奇的喜悦 但这种喜悦 却长久不了 因为你毕竟 没有习惯它 你很可能 在新奇的喜悦之后 马上就会觉得 怪怪的 让自己感觉到 不一样 让自己觉得 这个 这个不是我 该过的日子 生呢 生 感受到的是 更为本质的喜悦 是宁静而平凡的幸福 就是咱们所说的 peace 那种安宁的 那个和平的那种幸福 从虚无之中 发现未知的新鲜感情的 这一人工的作业 需要对任何事情 都心平气和的 理智的计算 以容易受外界影响的肉体 来处其间 与过去 他把欲望 作为理智的假设 来看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完全理智的 冒险的喜悦 就是啊 这一段 其实很很不容易理解 就是很不容易理解 就是从虚无之中 发现未知的新鲜感情 就是这个感情 是诞生自虚无当中的 生以前没有过的东西 就是凭空而来 诞生的一个 跟贤子的这个感情 他需要 心平气和的 和理智的来计算 就是我拿他没招 所以我只能心平气和下来 来看一看 然后我尝试的想冒险 但是这个冒险 不是说咱们的那种冲动 比如说 我要去登朱姆拉玛峰 我那种冲动的冒险 对生来说 这是一种理智的冒险 这种冒险 可能给生带来一些 小小的喜悦 OK 这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那种 下面我会在今时给大家讲 第五章和第六章 和第七章第八章 后面还有两期 大家不要错过 好不好 我会我发现 我这个嗓子 好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 我就想大声说话 但是其实大声说话 就对嗓子压迫很重 所以我尽量到后面 我会声音调小一点 控制住自己 保持长期更新 咱们还要保护好嗓子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